我这个人很贱的 要么就嫌总不够 要么就嫌价格太高 这个的盖子呢 就一块 就一块 这块怎么卖 就给了9万 给了9万啊 哎呦 那也真的是多 这块呢 给了20万 好东西就是不便宜 这个给了9万有点出乎我的意外 给完之后应该很久都没有再给了 给了一个礼拜 给了一个礼拜 这三个怎么卖 那个要给我买10万 好东西 好东西 这个呢 那个给了5万 还不卖啊 可能要卖6万 可能要卖6万 是你自己想的吧 现在这个6只 可能就贵 这东西有味道 那就5万再打电话嘛 好 大妈 你5万再打 你看你说什么 我都相信你了 其实我这个人很好骗 关键是我就怕他不卖给你 他不卖就算了嘛 生意就是这样子 他不想卖就算了嘛 那这两件呢 这两个人又过时 你为什么说是可能呢 因为 因为我还不确定 对 中介嘛 他卖不卖 货主说了算 哪天我也来干中介 这老板这张眼光 他就想逼偏 我看不懂啊 老板说多少 我就相信他多少 这种6只 你看 还是美女会说话 等一下过去美女那里 你看看有没有对张的 那这几片呢 4万多都不行 4万多都不行 哎呀呀 那他要多少 说之前考的行情 可能给了6万还是5万 哦 太张了 处理起来头大 没有 我之前就说这一个加这一个 人家本来就说 一手谈 有一手谈 看能不能比一点 一百多碗的石头 如果这个浪一万 这个浪一万 后面就不行了 就谈不成是吧 这三件东西要过20 品质肯定是很高的 但是好多毛病 所以说也不便宜 三件要过20才能谈 为什么中介说过20才能谈呢 因为在这里人家已经谈过了 他知道第一这个没法谈 打了也是浪费时间 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看价格咯 刚才看了一下 这棉是横穿过来的 从这里直接插进去 你切的时候就只能切下来 就这么滴滴默默 他这要多少钱 这个我谈到9万 他可能又过10了 不要 因为这个高不成低不就 对 差那一点 人家我觉得拿10万8万出来买东西 我还想买个完整一点的 不过他品质在这 他这个东西为什么说不止这个价 他比这个价还要高 但是他这个东西 现在人家在取货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取平安扣 做那些素面的东西 他有张点不好处理 来再来看看 你看这听老板说的 老板说多少就给多少 诶 翡翠跟翡翠敲的声音 原来很好听诶 手电敲的声音不一样 美女 买啊 要买颜色的 不不不不 什么都买 就看价格 要赚钱的 嗯 对没错 要看赚钱的 这个多少钱 要给6万 给6万 说实话说贵 他也不贵 对 他就是你要做手折的话 美女就不止这个价了 对啊 一个都不止这个价 我就说你眼光好吧 呵呵 有 谢谢谢谢 就是刚刚人家都说 美女这一条都过时了 对啊 这一手怎么买 这一手实话跟你说 就给他3万 嗯 品质还不够一点点 我这个人很贱的 哈哈哈哈 要么就嫌总不够 要么就嫌价格太高 不好搞 这个怎么买 给他3万5 2块 给他3万5他不卖 我这个是没有时间拆 因为拆这个头太疼了 我之前在世卫买了一份 10万块钱的 到现在只拆了一点点 我都没有心情去拆它了 美女你那里面有垃圾桶吗 没事 帮你丢一下 不不不 来来来来 没事 怎么可以让你帮我丢垃圾 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事吧 我们就是为人们服务的 但凡你的料子合适我 我都会跟你买 他说不行 我都只是说 我给他剪一下看赞 嗯 好好好 你知道多少钱 这个给3千 给3千是吧 我3千5 4千5啊 对 我一定要给你买个东西 哈哈哈哈 我帮你问 在我这里是给他3千 嗯 我不管 我就是要跟你买个东西 哈哈哈哈 这老板今天大气 不是 我平常确实是很小气的 哈哈哈哈 真的 但是你的言行极止 值得我们去大气 不行 不行 4千 一定要跟你买 如果他4千还不行 我就不买了 没办法了 嗯 不行 那没办法 干嘛呢 他都算了 可以是吧 把你移行卡给我 直接转给你 先看一下有没有钱 哦 还有 还够付 后面看一下 这个料子同一组的 你看一下 一个一个 来 我没那么多钱了 啊 谢谢谢谢 钱付完之后就剩下1万多了 没钱了 有没有看到彩虹的颜色 总拍了 我这个 它里面是有紫色的 但是它这里有一条链 所以我刚才手在那里比来比去 因为这里也有链 我就要一个完美的拍着 像这种料子 这样的品质货 有一句话是那么说的 没有废料 全部做得干干净净 到时候一个完整的处理出来给你们看 骗料 在化料的时候有个关键点 你要看清楚毛病的缩在 它这条链 从这里开始链 它链到这个位置上来 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 用这一面来做面 但是现在我还不先画出来 我要先把毛病都找出来 毛病在这里 毛病在这里 这里的毛病不是很大 因为这里到时候 如果我们做仿骨的话 可以做一个牌头的存在 但是现在还不是这么考虑的 先把毛病找出来 那么这条链是从这里斜过去的话 那就好 这边可以到这里来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到这里来 这样链就没有了 那么取的话 这里是不是可以取一件 开心又大又完整的 那么这也有一件 这里还有一点链 从这里穿到这里来 到这种质量的东西 就不要贪大了 现在就是大概画一下 这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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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或者有一 二 三 有三件大件 但是这件品质够高 这边你看 没用的这些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形状 随行做 这里粘了一点点 但是它是往这边倒的 大概就这样 有质量的东西 不用担心太多 尽量取完美 但是有一些需要调的 它又是另当别论 你看这一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做成一对耳坠 这里做成两个顶珠 来来来 让你们看看 它的种是怎么样的 看清楚了吗 这个料子是够厚的 那么这些是做什么 手牌 这里是不是做成一个情侣款 手牌 然后这里用金扣子镶起来 然后下面用皮带 像手表一样把它戴起来的 这两个就很简单 这件是完全没有毛病 就是为了要这么做 而这么做的 这一件呢 这里这个位置上 有一条浅浅的链 就是刚才我们说 那个位置延伸过来的 所以这里就这样子掉 下面就不掉了 这个就搓圆就可以了 这种出来 曙光宝漆肯定是OK的 这是在太阳光底下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纸 但是这样放下来 你用皱眼看 是可以看得到的 满满的质量感 东西切得越厚 特别是这一件 更奇怪了 色哦 它只是一点点 就在这边边上一点点 你放下去 光啊 射都出来 还有这个 为什么会做一个表带啊 它原来是这里打孔 然后用绳子去编 发现时间长了之后 它磨损会断 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的 我原来带的那个 但是经常断 以后手牌的话 尽量采取用香的模式 在阴天的情况之下 它就更好看 这个石头做出来成品啊 有可能灯光 它都没有在自然光那么好看 到灯光对比一下 是不是 这个紫色肿啊 这个料子真的是肿啊 然后做的全部 这个牌子所做的 除了这两个顶珠 还有这个做光绳 其他一律全部做防骨 其实这件货 还可以另外的做法就是 你看这里有一条链 它是斜的 当然是做了一下 这个防骨能够绳子过来 把它毙裂掉 其实可以不用那样子的 我这里 其实像这边的做法 很多就是 因为好的东西 它要做人物嘛 这最好的位置做人物 然后这里打底下去 就变成排底一样 它整条链就没有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 影响也不是很大 毕竟质量摆在这 这个料只要它有一点一点颜色 它就会放 就是很奇怪 总老它就会这样子 好好拍 但是漂亮点